我想知道就是汪总的 我来谈一下吗 你把他我没有谈一下 哈喽大家欢迎回来 那么继上一次的读博系列之后 汪总终于读完了博后 他说他有了新的感悟 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拍一期 有关读博后的视频 由我来继续以Q&A的形式来采访汪总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欢迎我们的汪总 今天跟上次一样 我又准备了一些问题 一共分为四个板块 那么在开始采访之前 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汪总的背景 那么汪总是在国内读的本科 然后2013年来到密歇根大学 读的研究生 读完研究生之后呢 在同一学校读完了博 后来又读完了博后 现在终于离开了密歇根大宝 好 然后汪总的背景呢 是力学和 主要是以力学为主动 你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来着 我的背景在本科的时候 叫功臣力学 来美国这边对应的戏 是Mechanical E.Nary 但Mechanical E.Nary在美国 是个很大的戏 所以我做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方向 马特第一年 我上了课啊 也踹了一些不同方向 但第二年找到导师 我导师做的 算是传统的工程 国立工程力学之类方面的 所以就做有限语言之类的 但当然到我做 当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有限语言只是一个 基础的一个工具了 后来我们正在做research 做了很多 做了一些电池 做了一些Bio Mechanics 做了一些材料 后来又做一些 Machinaling Data Dreaming方面的东西 更多有关王总读博经历的 我们也出过两期视频 我会在这个简介栏下 放上链接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在那两个视频里面 主要讲了 王总读博的经历 还有怎么选导师 怎么选专业 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里 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希望王总来分享一下 他的读博后的经历 其实呢 就是我们讲叫读博后 感觉 对 觉得是一个学位 但是在美国呢 博后呢 更像是一个工作 或者是 你先不要急着说话 我会给你机会说话的 博后呢 更像是一个job 工作 当然了 公司不是很高 但是就是作为 就是当professor 或者是成为 真正的研究成员的 一个预备的 隐峻的感觉 那先这个 问一下王总 就是 你大概在什么时候 开始决定读博后 以及你的这个 读博后的方向 和这个博士 开始读博士的时候 方向有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你读博后 大概读了多少年呢 好多问题啊 我读博 为什么 首先 为什么读博后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一开始 在读PG的时候 未来想的职业规划 是去做faculty 然后做faculty 很自然的 就会去读博后 第二个原因就是 当 在我的PGD 快结束的时候 也没有目的心 很强的去 就为下一步做打算 然后我们组的 之前的几个PhD 也很自然都留在 本组接着读博后 所以我也就 很自然的继承了 这个传统 就我老板问一下 要不要留下来读博后 用云语 我让我说好的 然后他就想 那然后他就帮我去安排 然后就这样毕了业 然后就去读博后 Exactly 也读了两年 简单的意思就是随着大六而已 你们组别的PhD 很多都变成了同一组的Postdoc 就是说你们组所有的人 从大部分PhD 都以后想成为faculty 是这样的 对Exactly 因为我们组做的是 很偏基础research 它从工业界的年纪 不是那么强 大部分人读了博士的 未来想法 一般都是做research 或者是做faculty 很少博士的时候 就想着未来要学进工业界 工业界有很难 有对口的这种岗位 那你在就是读博前 就知道自己想成为faculty吗 差不多是吧 对 在本科刚开始的时候 是想做科学家 很多同学来到美国 尤其是读Master 他很想的就是 我Master读一年或两年 毕业之后去找工作 然后一来之后 第一个有震撼教育 就是那个冬季 Winter那个semester 有很多企业来我们来学下 来进行下招 最近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学校的图书馆 各种豪卫全部霸占 然后非常非常多的学生 穿着西服打领带 像我今天讲 穿成衣非常正式 加工一家去去面试 而且我一些同学 也未来想着去毕业 去找工作 所以很自然的 我也有动了这种心思 动了这种心思的做法 就是找了一个做robotic方的professor 因为他robotic的方向 从工业界的年纪非常大了 如果你去Master 如果你去一个robotic的组 做了两年 你肯定有很多无论是上手的经验 还是背后的做semester的经验 都很容易让你去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 但是我去了这个组之后 待了一个学期 接下来就听听他们的组会在干嘛 然后做干嘛 觉得感觉自己还不是 特别适合那个方向 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整个本科并不做的方向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不了解 然后他们组都做非常非常多的实验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 完全没有接触过实验这方面 一直做的是 numerical summation之类的 而他们组的 summation之类比较少 你本科的时候不做实验吗 不做实验 我说我兴趣不在实验上面 你不是说你本科生实验得了碎吗 实验怪科 我想办学无理实验 得碎因为不明说我实验没做好 我实验做得非常好 考试的时候 最后没做实验 每个实验都做过了 说实验不好 是因为我没有写实验报告 我实验报告经常 miss 那么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呢 主要是想聊一聊读 过后之后的一些收获 是不论是从你的研究方向上 有什么改变 或者是说你的 paper 数变多少 ascitation 怎么样 还有就是说你心境上的一些 这个什么收获和变化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说一下都博士 PAD 期间的区别了 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 PAD 头两年很多时候是一种 trainee 就是你把你的熟悉的 tool 这个工具啊 你都弄会 但对我来说 就各种 submission package 然后这一方面 然后呢 你自己会积累你的原始的 code 当把自己的这一套 code 或者自己的一套 methodology 建立起来之后呢 无往可能已经到博士的后期了 所以整个 PAD 期间 你发 paper 的速度会比较慢 我个人一年一篇 在文组还算比较快的 但是呢 当你 PAD 结束了之后 因为你整个 methodology 已经炸了 你的 professor 就可以根据你这个 methodology 去拉 funding 或者拉 project 所以瞬间 你们介绍了非常非常多的 project ABCD 他们的 apply 的平台 都是你已经建立好的平台 直观的影响就是 你每年发 paper 的时候 都会增大很多 可能一年发个三篇四篇 都是 ok 的 做 PAD 的时候 你是自己做自己的 research 但是做 postdoc 的时候呢 你更像一种 project manager 的感觉 你的 manager 你的好几个 project 为什么说呢 首先你的 methodology 可能已经有了 你在 apply 它的时候 其实并不需要花很多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让你去写那种很坚强的 code 那些非常高的 从中你只要改一些东西 然后就能出成果 就更多的是什么 是你有新的 project 你得和别的组去探讨 比如说像我后来去做一些 bio 方面的东西 但我的 bio 完全一无所知 那怎么办呢 你又得自己看一些 paper 更多是你得和别的 和你合作的那些组的 的 postdoc 也好 pch 也好 或是 professor 也好 去沟通 就是说我们能提供什么 他们能提供什么 如果 combine 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 story 一个故事 可以去 present 在你的 paper 里面 可能去 la funding 所以很多时候是这种 然后还有和你的导师 去讨论下一个我们怎么做 这是哪些是可以做的 那些是不可以做的 对 然后来你可以带一些新的 phd 新的 postdoc 所以在工作状态上 也有很大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经济上变化非常interesting 就是 phd 的 不论是4年还是5年 是非常非常 peaceful的 4年还是5年 当你从拿到 admission 知道你成为了 phd 好吧 当你真的过了 qualification之后 你会觉得 你的未来非常非常的稳定 虽然现在想 三四年五年很快过去 但那时候你会觉得 于是 infinity 是无限长的 非常非常稳定 这种感觉一直到你毕业的前一天 你都会觉得 你的这个 phd 怎么对都不会多 未来还是一模一样东西 对我说是这样子 对于我来说 当你读了 postdoc的第一天开始 就在想 未来要干嘛 未来要做 faculty 做 faculty 你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你读完 phd 之后才开始想这些 对就会有点焦虑 太晚了 不晚了 就有点焦虑 焦虑的点在于 一个是发 paper 做 research 增加你的影响力 那时候就 可能也不至于第一天那么快乐 但越来越到后面 有种急切的心情 想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才会发现 你特别特别希望和别人 和更多的未知的 piperset接你 connection 对然后这一致是在学术方面的 一些心境上变化 就变得更加教育更加的急切 然后在生活上 那么的感觉就是 很奇怪的感觉就是 你开始关注你的工资 工资 虽然工资变高 但还是开始关注你工资 一旦你关注你工资 你会觉得你工资非常的少 因为在无论你和学校里面比 和和学校外面比 你工资都是最低的那个level 你工资大概就和 最低的小蜜的工资 差不多在学校里面 可能那些工资差不多 学校里面除了工作 没有人比工资低了 学校外面那更不用说了 你的 salary 会远远远远远低于 那些早早比底毕业的 那些没有 那些已经毕业去的公司工作的人 低很多 所以这方面也开始产生焦虑 但可能你年龄也会慢慢变大 对吧 所以会有这种 这种 salary 跟工作上的焦虑 嗯 因为我有看他成为post out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他的google scholar 看后几个 对 好 现在大概说一下 才听的是什么吧 就是每一个做research 发paper的人 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portal 就叫google scholar 上面会有发表 数字里发表的一些文章 然后上面这个google scholar 会track到你每一篇文章 被别人引用的次数 所以上面会有一些 就是统计信息 你的google scholar citation增长的 这个 有没有什么规律 或者增长的 增长规律 看人体肯定是extensual的增长 因为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pd期间 你发的头外面paper 刚开始的时候 你采的时候会很少 首先是因为 有很重要一点就是 self citation 自我采的 自我采的意思 我这里不是那种狭隘的 就是你自己写一篇新的paper 就撒一些之前的paper 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所在的组 他别人做的work 和会size你的work 然后你和别人开始合作 然后他们写的paper 会size你的work 然后这个network 会慢慢的 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 就开始慢慢 size你的work 你有深发口题吗 你深发口题的这个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对我有深发口题 深发口题的状况呢 是有点改善上下的感觉 就是你自己知道 并没有完全 完全ready 完全ready意思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外面 很多人知道 有你这好人在的 已经在发光发热 你只要说 OK 你俩把自己放到market上面去 就会有人去联系地 没有到这种地步 我申请的年是刚好是freeze 各种我还得看freeze的那一年 是疫情那一年 这一年是不太乐观的 深发口题的过程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深发口题的过程 首先 第一步 你和你的老板说 嘿 我想升 就升发口题了 你跟他说一说 看他的意见是什么 他一般就说 你试一试 很多人第一 就会升好几轮这样子 就是第一轮的时候 除非你特别厉害 或者是你已经在 这个业界已经很有名的以外 大概就是 感觉都比较像 对他的态度就是好啊好啊 你试一试 就是越早事业挺好的 让你感受一下 对就是你把这个system 这个流程去 给他分明了一下过一遍 然后你至少 你把你材料都准备了一遍 但你第四准备材料 可能非常的差劲 只是不过你明年 你可以在这基础上 再去refin 然后把它更好一点 然后呢 和老板谈完之后 构思一个最重要的 research statement restatement就是 你可能总结一下 你的之前做的所做的research 但是更加更加重要 就是你要提供一个vision 你未来想做什么 然后你证明 你可以去完整它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要注意vision 你经过了你自己写的 这一版 这一版大概写的是什么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structure 以及你写完之后 过了一年之后 你觉得哪些方面 可以进行调整 或者说更有助于你 升到这个faculty呢 首先说到最理想的情况吧 最理想的情况下 就是你作为postdoc 你已经和很多 别的一些faculty 取得了一些联系 你们开始有一定的合作 然后开始做一些东西 这个用戏 可能会产生下一个东西 然后加上自己理解 你未来想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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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好的一种情形 然后具体在写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 建立好几版的事 faculty的过程 可能你第一版写的 就像一个mini dissertation一样 把你的 thesis 写短 总结 就是你第一版的restatement 后来会意识到 其实这个是 如果一种起来 你这restatement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别人如果他了解你的css 看你的paper 看你的css就好了 不要看你的restatement 会你意识到 你的restatement更多的是 要展示你的想法 你未来想做什么 所以可能会前面很简短的 做说你自己做这些 大概说我自己有这些工具 会有什么东西 然后会不会很大平安符 对大家说你想去做什么 这可能是第二版 但第二版写完之后 发现还不行 别人为什么要 care 你想做什么 你会这个做的很有意思 别人可能觉得没有意思 你觉得这个做的很很好 别人不认同意你 所以你才发现 你还要把很大力气去说 你这么做的真正 impactful的地方是什么 而这个impact的点在于 你得给对方学校他们带来的东西 这时候你就可能给你delegate同步学 比如这个学校他想招一个 帮我们开支方向的 或者他想招一个 我想做一个做一点 美神能力做一点data driven的 或者说我这个学校我想 扩大一下和企业的联系 那么 你可能就tator你的recyment的时候 哦你做这些啊 刚好可以和很多企业相关给他很多赞助 或者你之后你就是 未来buy我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他以后可以用很多data driven 什么什么在这里 可能delegate去tator你的这些 东西了 当然这可能这也许是第三版吧 可能还有第四版 第四版是什么 那是我老板最后跟我说的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你的vision 这vision的词很有意思 刚才你看到词 可能是以为觉得啊 我这个recyment就是我未来 想做什么东西 可能是想做到某个方向 只为这是vision 他后来可能觉得 vision的意思是 你对你这个领域的理解力是什么的 你能体会很有 很有insightful的一个见解的一个点 换好什么vision 我之前在pd的时候 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授 就是tom hughes 可能是做做做做 做埃杰的理学的人都知道 但是他组织一些和谐学生吃饭 我也在学生当中 有人问他就是说 未来理学 因为理学有些有限别 埃杰已经做了研究的 没什么可以可以 在这个messor已经 建议非常要成熟了 后面都是做应用了 他未来你觉得理学 未来是什么 那时候你想我还是phd小兵 可能还是15年16年的16年的时候 那才有说未来是人工智能 是摩生能力 而那个时候你知道 摩生能力才在cs阶 才刚刚开始大方一伞 16年16年是那种cs阶 才突然猛进的时期 那时候他能就能抓不到 哦未来在理学是传统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用到摩生能力 这就是vision 如果那个时候 你去申发个体 你说我的vision是做摩生能力 就把那个给追进去 然后你有能力 你在那边做很好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vision 我发现呢 就是很多的时候像你呢 其实在写的前一刻 还没有特别去想vision这个东西 就是是不是要想这个vision 其实要花很长时间嘛 就是你得一直 就是一直pull that back of your head 但是之前呢 可能太注重手头上的project 做现在的活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太留意 你说我的vision是什么 然后到申请的前一刻 才想到哦要写vision 然后就会非常紧张 对其实很自然就是你做pd后期 到或者是你做post out的时候 你开始接着很多project的时候 你肯定有一些方向 谁想去做的 也有很多方向 你知道哦 这方面这点是可以做的 你能做成功 你给我一些学生 给我一些钱 我能马上做好 但是你说vision 我要更多的需要什么呢 需要你得和非常非常多人 去talk 去discuss 去和你的 不议和你的peer 因为那时候你得把你自己 想成未来的未来的AP 你得和你的那些junionAP 你的cineAP 不同领域的人去聊天 对去聊天去聊 聊这个领域 不要聊某一个project 应该聊这个领域的一个方向 想法 对 对 但聊多了之后 你就有vision 但这很难 这难点在于他需要 第一他需要时间的积累 你时间做久了 你自然就有vision 你就在某个领域 你先做越久就有vision 其次 其次 需要行动力 需要 你得 幻想说 你如何才能让个人快速的成长 就是 你还是pd的时候 你就想象你是post out 你刚开始做post out的时候 你得想象你自己已经是AP了 你想AP该做什么 那时候你去做AP该做的事情 这样才能让你快速成长 除了read statement 还有一些teaching statement 但是通常来说 你要是申请一个research intensive的 不是teaching oriented的university teaching statement teaching statement 不是那么的重要 如果你有这方面很大的经验 你能写一个特别好的 答案是你的加篇项 比如你真的做了非常多的 波连的 JSI 或甚至你做了医学 去讲学的nature 答案是你加篇项 然后现在还很流行的 就是BIOS equality and inclusion 是什么这种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应对现在 尤其在美国正确正确的一个 尤其是在学术界 非常popular的一种 战队吧 就是你也说你非常的 支持多元化 你非常支持那种平等化 以及那种各种都能接受的一种 也不歧视任何人种 对不起 也不歧视性别 性取向等等 看我就是都不及时都能兼容 这个 可能在中国身 faculty 就不需要写这个 我也不知道 应该不用写 那么你大概写的是什么样子 所以很难写 很难写 很难写 原因就是你没有在这方面 第一没有说training 第二也没有去参加一些活动 提升你在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一个好的DI应该怎么写呢 首先你是这样一个人 你怎样成为这样的人 这是这些也是美国社会 它favor的这类人 就是你得再 不从你去展示你的needership 所以现在想象 可能身 faculty 这个DI挺重要的 因为它展现了你的needership 而作为AP 作为faculty 你就需要这种领导力 所以你要怎么做 比如说你有没有 去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 这种社区活动 不是说你去参加什么 打个女孩球 踢足球 这种兴趣班 而是有落实群体 你有没有去参加游行 你有没有去参加一些养老院啊 shelter 给那些少数的族群 落实群体发声 然后你在你的学校里面 有没有代表你这个族群 无论你是白人黑人 亚裔或是某种什么 少数民族 或是你来自哪个国家 你来自中国美国中国欧洲 还是哪个南非的 或者是中东的某个国家 你没有参加你的学生会 有没有在你的 问你学生会权益 问你这族群的权益发声等等 如果你有 那么你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比较难写 最重要的说我呢 不是还有 虽然非常难写 你在美国就是少数人群 是少数人群 对吧 但是很奇怪 他并没有觉得 他在学校里是少数人群 很大原因是因为 学校里很多phd 都是亚裔 所以你可能没有这么觉得 但是假如这些phd 都是白种人 或者是跟你不一样的人种的话 你就小数人的感觉就很强 反应的就是 你其实是majority 在那个环境下的majority 所以你缺少身上awareness 所以这个DEA也相当于反应了 你在这方面确实欠缺很多awareness 如果你要做faculty的话 你得在全方面发展 就是幻想说 我们都知道 你现在要成为一个 比较优势的人 除了学习好之外 你还得会弹钢琴 还得会运动也好 文体什么各方面都发展好 直到你 你现在要成为faculty的话 除了你在日课上有比较好的表现 你得在这方面也有比较好表现 对 在这里呢 就是我说一下 因为我本课是有一半是在美国读的 然后我就记得我上的第一节课 就是讲这个DEI 就是讲平等 讲人权 讲这个不歧视 没有偏见等等 然后这个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接受这样的效果 当时就特别的iopening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 在中国嘛 大家都一样对吧 都是小黄人 然后大家都长得一样 然后都经历相同的事情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很多的歧视 就是大家都很相似 但到这边呢 我才发现 每个人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其实是非常长大的 然后我以前呢 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很多思想啊 想法以及行为呢 可能会在有些时候 会伤害到某些人的感觉心情 或者说 会有在无意识之中 对他们会有一些偏见 然后使得 他们不能享受他们的一些权利 或者是被排挤 或怎么样 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文科教育之后呢 我在这方面就develop了一些就是认知 以及我也会经常跟我爸妈讲 就是要讲 对他们来说 他们刚开始会嘲笑 就是啊你怎么 你太夸张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那其实 又往后呢 我也觉得这其实不是夸张 这是现在就是在一个这么多人种 或民族聚集的地方 这个观点或者是这些教育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呢 就是就算你不是为了深发口题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来美国的话 我还是非常非常推荐 你在这方面就是多留意一点 说在国外呢 就是让自己也变得好一点 也是在给咱们祖国的那个 争光北 就是让他们觉得 哎中国人其实非常非常好 好 好 那么讲完了这些申请的过程 流程 你最后升了几个学校 以及你的有收到回心吗 我最后升了十几个学校 没有收到任何回心 你升的学校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学校呢 我知道学校 比较多数都是 就几乎是从台湾的第一名开始 我往后数 我的系列就有opening的了 数到最后可能数到八九十名 这样子 也是当年 你升的那一年好像opening就非常少 因为抗尾的第一年 然后就是had count 就是做freeze 因为当时升的时候 我们也是呢 um的就是我们本校的这个faculty 然后呢 因为它是本校的这个学生 所以会有新的faculty 什么 他的系列会可以给他发邮件这样子 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一次 这一轮里面 这个学校邀请了谁来做这个talk 就是相当于过了一封interview 然后呢 邀请你来学校做talk 这一年相当于final round 相当于onsite 然后呢 他看到了几个人 就是学校 就是邀请做talk的几个candidate的这个 background 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年um招的是什么方向的 起码在me方向是招哪个background 哪个方向的 以及这些candidate的background 是什么样子的吗 首先啊 那里是2020年 2020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年 川普你知道 川普 covid 非常非常多的这种web化环境 我们学校的招聘的post里面 就非常非常强调你的di 他写非常非常明确就是我们 我们非常看重你的这东西 结果你写得特别疼高 我写得特别疼高 然后呢 但是given with that 有哪些人呢 其实有一个是 他是真正的非常弃和di 我们可以直接说 他是一个黑人女性 因为在美国一个黑人女性 能读到phd 还是名校 当然照理一下可能学校都很好了 可能读到很好的学校的phd 就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 这是一类人 还有一类人是他已经做了好几年的post 他可能从mit浏览到stanford 从stanford 都在一线 最顶尖学校做post 做了很多项目的post 他的paper 他的paper 导致是比ap还要多 非常非常多 他做的project非常非常多 他已经是能积累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是五规级post 五规级post 那当年 现在um招的是什么方向呢 他就说我想未来招一个 在me当地域有 领导力的未来的research 就是非常high level的说 但是um是这样 我记得有些学校是专门写的 他愿意招gobotics的 或者是哪些方面的 对对对 这个学校是不一样的吗 还是大部分学校都会 specify具体的领域 我不知道是说对对不对吧 不然你我个人的观察 可能记得那么几年的观察 我觉得me之前 我们um在151617 每年招四个人 不能不能分析 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robotic control 机器人 几乎很多都做我们生意了 因为后来um成立了一个robotic的引诱率 所以肯定招很多很多人 在这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像我看到的um Stanford 他们更多是招那种 就是他不限领域 只招最优秀的 当然之后我就说 不说每年四个每年四个每年四个 每年四个都招 就看一番终点才会招一个 但有些学校 可能排名低点学校 还会是愿意去招一个 比较末俄方向的 我觉得因为 这种specify方向的 肯定是因为他们 非常缺这方面的人 一个是他以前有做这方面教授走了 或他这个学校 没有人做这东西 然后他想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也想开这种课 给他的学生引用生上上课 所以他会招一个非常 specific领域的一个人 你对这个是怎么看呢 就是一个phd 也读了很多很多年去教课 你觉得这是一个good path 还是说这是一个 大家不太愿意走的 path 肯定大家不愿意走 不愿意走 嗯 但现在我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 他那个pac的赶快越来越少 但是你的pac 每年还是在增加 所以那些 学校也还愿意 就是招一些 招一个掌识 他设计能力也不错 然后他可以招个 两三门课 然后他他在这吧 你肯定可以和别的professor 去合作 一起做设计 对吧 那你觉得讲师会变成AP吗 会 也不是tinytract的 可能是高级版的 research scientist 然后呢 大概可能过了七八年八九年 成了AP 那八九年 那你觉得 讲师到AP 比较难吗 还是比较common吗 不common 传统上来说肯定不common maybe未来可能会是一种 学校我猜会有考虑派了 就是 不曾的 学校里面professor 回来讲 学校有一个就是 nexure cs lecture 他后来 因为种种种原因 他最终 选择留下来 继续做nexure 他后来也不后悔 因为好多非常多 他有完整的寒假暑假 他说他当时 故意选择 这个做nexure 而不是说 去公司里面 很大约是当他女儿出城了 然后 在学校当nexure 你有非常非常长时间 给便宜的女儿 他research一方面就是科研reseresearch 另外外面就带一些本科生 做一些小的project 这些东西 有些人选择会很不一样 阿伯苏可以提一句 这方面才从 从国内很不一样 就是国内传统的大学里面 体制类的吧 都是什么 诸教讲师 然后然后 讲师生副教授 副教授生 郑教授 这种生过来 但是在美国 它是两个track 一个是research track 一个是提醒track 这两个是不会交叉的 虽然 做research也会教书 但是他们教书的任务 非常非常的低 而提醒track的那些人 会美学就会教三门 甚至更多的课 这两个人是很少会 从这个编号那个 或从那个编号